立法院昨天才刚刚成立修宪委员会 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就召开党团大会 敲定党版的修宪方案 定调朝向内阁制 并且主张恢复立法院的隔魁同意权 而如果要赶在明年大选一并公投修宪案 立法院就得在6月之前 一决出修宪的最终版本 民进党立委频频举办修宪公厅会 因为修宪时程实在太紧迫 26日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 4 5月间就得快马加鞭召开10场公厅会 6月院会得通过4分之3委员议决修宪案 而公告半年后才能赶上2016总统大选合并公民复决 但目前的蓝日共识似乎只有公民权下修至18岁 唯独总统马英就不赞成公民团体反风 这个反作用力一出来 下一次再调查一下看看 搞不好就过半 我们也很担心如果到时候只有一条修宪的条文 这样就要公投 对公民来讲呢 我们觉得说他的那个动机会并不是那么高 民进党的委员跟国民党委员对于这样的一个既有的宪政市区的维护就有很不同的看法 当然我一直有时候质疑 对这个这个宪法的动能到底能够延续到什么时候 特别在2016总统大选之后 质疑修宪动能是否能持续到第二阶段修宪 而今天国民党版修宪方案出炉 定调朝内阁制不增加立委席次主张恢复格魁同意权至于立委是否能 兼任官吏则未定 另外也将实施不在即投票 降低投票年龄至18岁 政党门槛从5%降至3% 而民进党版本可能还得等到4月初 今天如果陆沛降低到3%的时候 他自己就不会跟国民党去要一席的席次 他自己可能这个分辩到三席也说不定 两大党就要交18岁的然后3%的这个地方 然后来交换我们这个所谓的公民团体等等 那交换什么呢 我会觉得好像听起来又好像是所谓的 要开放这个所谓的恢复这个格魁同意权 我那感觉就好像说 换这个要干嘛 提醒公民团体不要让修宪大事 沦为政治条件交换 必须要整体考量 不过在蓝绿各有盘算的情形下 三个月内立法院能否如其一决出 最终修宪版本充满考验 新一堂亿台电视陈宇江章轩 台湾台北怎么到